把这二位数组的一个使用场景跟大家说一下 我们都知道数据多了 什么拿数据存呢 数据多拿数据存 那数据多了 对啊就拿数据结论存呗 听说了吧 朱老师有没有情况 你干脆是怎么样了 数据卡一塞 其一个数据搞定了 干嘛那么啰嗦呢 对吧 那我就可思考一下吧 对吧 比如说什么呢 这个公司里啊 有甲乙丙丙四个人 懂吧 这哥几个吧 他们按照季度啊 都有一年都有四个销售额 因为一年有四季嘛 对吧 第一季度第二季第三季 第四季度嘛 是吧 那么他们每个人都有什么 都有自己的销售额度 对吧 那你比如说 还算了 我就说甲乙两个人的了 应该太多了 这个甲呀 这个根本是三十五十九 还有什么 二十八 是吧 还有十七 然后呢 然后呢 这个乙呢 他也有 乙呢 就是这个三十七 这个 这个六十 然后这个二十二 还有什么 还有十九 那怎么办 还是这么东西 那么我们是不是有很多销售额呀 是的 那么这些销售额怎么办呢 我没冲动一般都这么大呀 说 数据多吗 多呀 那就弄吧 一 二 什么 一个大号 是不是你把这些数据都存进来呀 等会儿啊 这里边我还是象征性的鞋 斗号 是不是这么弄啊 就是这么弄的吧 大家可不可以这么多 必须的嘛 这样有没有错吗 对吧 思路必须 OK的 这个我想知道 假的销售额是多少 因为啥 因为大多算钱呀 是吧 那思想家呀 那个甲 那甲是 写四个吧 啊 那我就知道乙的 那乙是厚四个 那万有饼呢 是吧 那多麻烦呀 那万一有一个哥们 第三季都没有呢 是吧 为啥呢 是吧 就是他有啊 因为以来的时候 他就是从第二季开始的 对吧 你这么乱糟了 哎 你懂得意思吗 走了是吧 在这怎么办呀 大家告诉你们 数据多的时候 是吧 我不是要存储的 是必须的 但是有另外一种 是什么呀 就是 数据多的时候 数据有可能要分类 对不对 就要分类存储 而存储完了以后 发现什么 是不是坦说数据多了呀 啊 数据多了 也会存起来 这个话 数据多了存 数据多了 继续存 存完以后 我面对一个大的数据 我身里边少有 对不对 哎 大家 三丁口服 也蓝品的 红品的 绿品的 好多吧 拿盒子装 盒子多了 怎么样 拿箱子装 你说说对吧 师傅龙都这样 肯定都这样 搬家就这样 一堆书啊 好多呀 说什么啊 一堆杂物好多呀 怎么办 拿手袋装装装装装 装装装装 按骨头锁那 你这一趟一趟 因为你是不是得累半死啊 找个箱子 叉叉都飞到里边 五个箱子 是这么多啊 对嘛 就这个意思 怎么办 然后你拿着箱子 还有点运势麻烦呀 再找一车 这么一趟 找一车就OK了 你说老师 车是什么 不是在带轮子吗 不是那样的 箱子带轮子还能走呢 这么一趟 可是装车里边的 车 是不是更大的油片 你就是这个意思 好了大家 这就不用再废话了 那么这回应该怎么办呀 我是不是应该把这一根 四个 分成一个组 这一根四个分成一个组 是不是欧不了了 哎 我这么做话以后 我想要知道 全公司的销售业绩 就是把他们取个核 如果我想知道怎么样 对某一个人的销售业绩 这些人是不是带着标签 这个编号吗 这个假是零号 乙是一号 这份家 这就不会乱了 说老师 这我进不住了 假也别那么多人咋接 是吧 我告诉你 后期还有更好的方式 大家发现了吗 二维数组的特点 无非也是跟 一维数的原理是一样的 就是拿编号 是不是和数据对应 可是这个道理 在我们这里 有点麻烦 是我们要记住 每一个人的编号 对吧 张三 李四 张几号 二号 李四几号 五号 是麻烦啊 所以我们可以搞得更猛一点 知道什么 我们后期会有几个方案 叫做Map集合 这个里边 他可以直接将张三的名字 和张三对应的数字 团进去 懂吗 这一下就爽了 我们直接跟你名字去找 这个方便更多呀 是这意思 那行了 这里边老师就不顾埃哥多说了 好吧 到这呢 就差不多了 那这个是我们说二维数字 一个基本应用 评论一个二维数字的基本应用 那